应聘的是客户经理 主要都要干什么呢 主要他跟我说是跟客户简单的回访 维护客户关系 他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这家公司是卖制图软件的 就是工程上制图软件 差不多像是售后 对 差不多 小陈说自己在学校学的是图木工程专业 原本以为能在公司学到东西 可进入公司之后 他发现公司里除了他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老板 一个是招他进来的经理 还有一个是人事 工作上的事基本靠自学 我总感觉老板就是很不认可 甚至我之前是比较差的 但是我后面也有在跟同事进行对话练习 他们是也挺认可就是这种方式的 他考核的时候说 我很差劲 我就很怀疑 他甚至还给我打分 一百分打三十分 他说我是非常差劲的 他说大学生都不动脑子的吗 然后我又很不理解 因为也没有人带过我 我也是直强小白啊 小陈说三十分的考核成绩让他很受挫 一个月的实习期满就提出了离职 在小陈和公司老板的微信聊天中 老板提醒过小陈要多动脑筋 多尝试突破前进 还让小陈学习长津湖里的五万里 之后小陈给老板发去了一份长津湖观后感 小陈提供了入职前和公司经理的聊天记录 小陈询问了薪资 对方的回答是 实习期可能是三千五左右 毕业了五千左右 小陈说自己离职后 公司拒绝支付着三千五百元的实习工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 没有原因吗 他总要给你个原因的 他觉得我没有 可能没有为公司创造价值吧 我这边是浙江电视台 腰白包黄剑的记者 什么事情 实际上你们之前有一个那个实习生找到我们 说是那个关于那个实习工资的事情 现在在哪里了 我啊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门口 你为什么就是到我们公司门口去了呢 你来之前你要摸索一下情况啊 调解了解一下调查一下情况啊 这东西不能就是说听他们一面之词啊 我给你打电话不就了解情况吗 杭州伟新软件有限公司位于西湖区五常西西软件员巨蟹座 记者找过去的时候门上上了锁 张总说是在外面出差 针对小陈反映的情况 记者向张总进行了核实 他没有正面回应 电视台的话那你怎么这个这么一个从业的一个操守啊 这种这个职业的那个能那个素质都没有的 你要来的话你肯定要先跟我沟通一下呀 我不认识你 我怎么跟你约你告诉我啊 那也没关系啊 你作为一个那个公共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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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或者是怎么样 你肯定要跟我先那个来个电话呀 我说我打电话给你就是为了了解情况 那我说我今天没空 我刚已经跟你说过了 今天我在外头我也没空 张总说电话里没法说这事 了解情况的话 等自己出差回来之后再缘时间 记者又联系公司的陈经理 不过电话无人接听 小陈表示 后续可能会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